大家好,我是硅谷的地产经济,周尔谢 今天是我们湾区城市特级的第九集 给大家来看一下Milpitas Milpitas我们都会想到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Gritmore,另外是垃圾厂 Milpitas它的交通位置非常方便 它是在南湾和东湾的交界处 在237和880之间 南湾Sanad Car Company的东北角 它紧挨着Fremont 它也是连接着像237可以到Google 880可以到Apple 大概如果不堵车的话只有20分钟左右的车程 我们给Milpitas因为它只有一个ZIP Code 它划分成四个这样的区域 第一个是购物区 第二个是学区 然后是文化区 包括Milpitas Library 后面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下Milpitas的就餐区 像Milpitas大华这边 那大家一起来跟我来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在的是Gritmore购物商圈区附近的住宅社区 那这附近呢最近几年发展也比较快 那因为它比较靠近 Gritmore生活很方便 而且前一两年又开通了Milpitas的Bar的轻轨站 也是在这边开通 那这边呢比较适合first time的买家 就是买第一套房 因为这周边的房子呢都比较新 而且这小区规划呢都是整体规划的 包括它最近新盖这个小学已经都开始来招生了 那这边的物业费呢相对比较低 大概是在200到300之间 那这在物业费里面呢是比较低的这样的 那这边的房价呢大概是现在从高点出了三房 一千四五百尺要130多万呢 现在降到110万到120万之间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个别有100万左右的 这样的选择三房的 那如果大一点的户型呢要130万以上 那在这边的人呢 他比较enjoy这边的生活的方便 包括这个first time home 第一次买房房子打理的事情呢比较少 那这边也是有single family社区呢 但比较小一点 那个叫pinewood part的社区 那边pinewood的房子 很多这种老兵房这种平顶的结构 那它的价格呢大概在110万到120万左右 能买到入门型的这种独立屋的这种选择 那现在呢我们在grade mall门口了 那grade mall呢也是大家很喜欢逛的这个 mall 那不仅是中国人喜欢逛 美国人也喜欢逛 那我们就带大家洗进grade mall看一下吧 今天呢是一个工作室的工作日的下午呢 其实人还是不少的 那这边是一个乐高乐园啊 其实我们家的小孩呢也来这边来玩过 那这个grade mall呢其实很好逛 要逛呢能逛一整天 那这边呢有很多不同的这种 衣服的店呢包括一些大排档餐饮的地方 那这边有优衣库啊 Andermarmer 耐克 Coast啊 逛累的可以在这边的视频大排档来吃点东西 那我们现在在的是Milpeters的九九大华Plaza 这边有很多的这种吃喝的这种店 它是在237个880的交界 那这边有很多这种餐馆啊 奶茶店这样的 然后它这边有些新开的店 像阳光福麻辣烫啊 那也有老店像山城四房菜这样的 那周边的房子呢 它其实只有一个 Townhouse的小区里面大概有几百户 那它物业费两三百 比较低一点 然后里面配套比较齐全 没有什么single family小区 在这个最近这个距离里面 但Townhouse呢价位大概在 120万到130多万 这样能买到三房或四房 那不同面积这种的 Townhouse的小区 因为它Townhouse本身比较新 大概是一个这种 十年新的这种的小区 那因为方便周边的一些 很多大的公司人过来上班 比如说周边 每天中午过来吃饭的人 有像Samsung KLA Cisco 他们这些的公司的总部呢 都在这个Plaza的附近的步行距离 所以说也带动了周边这些的消费 还有这些餐饮的这些的发展 我们现在在的是 MUPS最好的学区 John Sanaut Elementary附近的小区 那这边的小区呢 它也是MUPS所有Single Family的这种天花板 因为它这边是有MUPS最大的户型 周边的房子呢 基本都是90年整体开发的小区 户型比较大 很多家庭呢都是三车库的这种户型 然后它的价位呢 像今年初最高到了340万 那到现在呢也要将近300万才能买到 那这在MUPS来讲 它可以说已经到一个特别高价的一个天花板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边的社区特别好 然后整体开发 周边呢可以步行到John Sanaut的这个特别顶级的小学 里面有70%左右的亚裔 然后小学的这种学位成绩啊特别的高 特别注重学术 那这边呢有很多的公园的配套 闹钟取静 因为人主要是住户 然后生活比较方便 我们现在在的是MUPS的文化区 它就是在MUPS的市政府后面的这些的小区 那这些地方呢 它其实离图书馆也很近 也就在图书馆的背后 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个比较著名的小学 在MUPS叫Karton Elementary 以前呢跟我们之前介绍的John Sanaut Elementary呢 都是在数一数二这边顶级的学区啊 它在这边的小初高呢是899 那初中呢是Thomas 高中的MUPS的菜 那这边呢比较适合说有家庭的三四口之家呢 想找个学区房 那在John Sanaut呢 其实它要不是特别大的户型 要不是特别小的 可能是没有特别多的选房的选择 那在这个排名第一第二的这种的学区的社区呢 就有更多的选择 像后面的房子都是1980年建的 大概面积在1700尺 再到2200尺之间 那之前这个2200尺的房子 卖到最高价卖到了230万 那现在呢房价比较平稳一点 大概在170到1900之间呢 就有比较多的这种大户型的选择 我们现在在的是 就是大家一直在说的Mupitas的垃圾厂 所以我看到我们后面呢 是一个垃圾分解了一个大的仓库啊 有很多垃圾已经堆积如山了 然后他们把它分解成一些可回收一些纸啊 这样它压缩在一起 那我们旁边呢是这个垃圾的车啊 车就会在这边有个倾道啊 然后后来停到这边 然后运到那个上面那个山上那个填埋厂 那填埋厂呢会把垃圾倒在里面 然后一层层的用土来填埋 然后如果土呢没有急需填埋的话 它的气味呢就会随风飘在下面的一些其他的城市里面 那我们有这个住在Mupitas朋友呢 也告诉说并不是每天都能闻到这个垃圾厂的气味 可能一个月内呢 呃有几天 但这个垃圾厂呢 它是属于山后岁的 所以它短期呢也不会搬走 而且还有这种扩建的计划 那我们今天看了Mupitas最后 给大家总结一下Mupitas这四个区的特点 那我们最开始讲了这个Mupitas Green Mall附近的购物生活区 那周边呢很多的 呃townhouse啊 它的物业费比较低 因为它的房子建的比较新 最近五到十年开发的 那这些呢适合first time home buyer的买这种townhouse 就是不用怎么打理的 那价位呢大概是在 呃100万到140万左右 不同的这种townhouse的户型 那第二呢 我们给大家看了Mupitas的学区房 Johnson North Elementary附近的小区 那里边有特别大的户型 那房子大概也是要在呃300万 那那边有些小的rent style房子 大概要在150万到200万之间 那这个呢就适合这种有家庭的 比如说像上小学上呃中学想给孩子选个最好的学区的这种家庭 是个选这个区 附近的房子 那这边的房子呢也有很多这种啊整体开发的小区和townhouse 那他价格也不一 那townhouse的话有100万左右的 那大一点的single family有2000多尺呢 也有200多万的这种开发的这种小区 那如果呃你想给孩子呢有更多的这种学区房的选择呢 那这个呃library附近的学区呢 他叫curtner elementary 是mupeters排名第二的公立小学 也是一个很好的学区 可以选择在这里 那今天呢给mupeters大家呢 就总结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别的城市呢 欢迎跟我们留言 我是硅谷地产经理周尔谢 谢谢大家